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近期 数字货币市场大爆发 今天比特币上破9万2千美元 为历史上首次 自11月6日川普宣布胜选以来 比特币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历史新高 就在几天前的11月10日 比特币价格历史上首次突破了8万美元 并在之后持续保持高位 目前 比特币市值超越沙特阿美 继升全球资产排名第七位 当然 有人三天收益翻倍 有人一夜爆仓 最近24小时 共有21万人被爆仓 爆仓总金额为6.61亿美元 和股票 基金等投资不同 比特币交易大部分都是杠杆交易 尤其是最近这种行情上涨的时候 大家都会增加杠杆 在正常行情下 一般投资者加杠杆一般都是20倍至50倍 所以几个点的波动 那么该投资者就已经爆仓 因此 在这个市场中赚到钱的普通投资者 根本没有大家感知到的那么多 都是幸存者偏差而已 大多是赚钱的人在说 而亏钱的人都不会说话 需要指出的是 短期来看 川普交易 货币政策宽松是两大催化剂 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支持数字资产 并承诺 如果他重返白宫 将推动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 建立战略性比特币储备 并任命对数字资产友好的监管者 这些政策主张增强了市场 对于比特币未来发展的信心 预期在更加友好的监管环境下 数字资产市场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 全球主要央行正在转向 流动性的宽松 提振风险情绪 也成为加密货币的顺风 市场普遍预测 大选后美国货有通胀上升风险 客观上助长了此轮比特币的行情 随着比特币的大涨 部分公司赚的是盆满钵满 最近引马拉的特斯拉 在比特币投资上获利不小 作为美国上市公司中的 第四大比特币持有者 特斯拉目前持有的比特币数量 为9720枚 截止发稿市的总价值 又为8.9亿美元 展望后市 包括Jada在内的不少投行和投资者 预计比特币将持续上涨 并且在年底冲击10万美元 今天 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数据 美国10月CPI同比增速 升至2.6% 创三个月新高 并止步6来跌 环比上涨0.2% 核心CPI环比上涨0.3% 均符合预期 正如预期的那样 住房成本仍然是通胀的最大来源 据华尔街分析师表示 符合预期的CPI数据 几乎可以确保美联储下个月 仍然会降息 但市场仍需评估 美国下届总统川普上台后 对通胀造成的影响 这可能导致美联储明年放满降息的脚步 由美联储喉舌支撑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 尼克蒂米诺斯发文称 10月的CPI数据 为美联储官员在下月的会议上 降息流出了空间 市场迅速加大了对12月降息的压注 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 美联储已经准备好 应对高预预期的CPI数据或者是波动 但他也对12月通胀率逐步下降的预测 充满信心 波尔不再认为 工资增长是通胀回温的原因 他认为 某些价格的残留粘性 反映了早期价格上涨的滞后效应 而不是新的价格压力来源 例如CPI中 租金仍在以历史高位增长 但新公寓的租金涨幅 一年多以来已经较为温和 这表明 现有些租约正在追赶几年前 未像新租约那样上涨的趋势 波尔表示 这只是一个追赶问题 并不真正反映当前的通胀压力 而是反映过去的通胀压力 显然我们还未宣布顺利 但我们认为 通胀将沿着波动的路径 继续下降的趋势 与这情形非常一致 这趋势仍然保持不变 一两个月的良好或者是不良数据 不会真正改变当前的模式 明天球卡什卡利表示 CPI报告的整体数据 确认了我们目前的趋势 还没准备好宣布通胀 会停留在2%的目标之上 目前尚未看到明显的通胀上行风险 更大的风险在于经济可能陷入停滞 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良好 希望能够保持这一状态 更高的生产率指向更高的中性利率水平 数据公布以后 大多数胡尔街分析师认为 12月降息稳了 但胡尔街日报发表不同的看法 报道指出 美国劳工部将于12月11日 发布下一份消费者通胀报告 比美联储会议提前一周 如果数据比美联储官员希望的要坚挺得多 他们可能会选择暂时暂停进一步降息 如果定于12月6日发布的11月就业报告 显示就业出现反弹 从而证实上个月的放缓 仅仅是飓风和罢工相关问题的反应 那就更是如此了 因为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就业方面的任务 明年来看则可能情况会不同 经济学家预测 如果川普继续推行他的经济政策 包括减税和提高进口商品关税 明年的通胀率就会上升 此外川普还誓言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经济学家表示 这将减少劳动力供应 增加企业的成本 然后转嫁给消费者 从关税赤字或者是移民变化这些方面来看 大选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未来几个月的前景 经济学家认为明年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超微电脑 超微电脑表示 需要更多的时间寻找新的审计机构 由于其持续推迟提交年度报告 该公司无法及时提交 截至2024年9月30的季度10Q报告 该公司称 董事会特别委员会 以根据其前审计机构安永 提出的一系列初步担忧完成了调查 委员会还有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预计审查将很快完成 事实上重点不是业绩 而是如何回复被质疑的财务问题 是否会被退市 据PayPal报道 纳斯塔克退市可能导致超微电脑 从标普被指示中被除名 从而导致机构投资者被迫抛售股票 超微电脑约24%的股份 由被动基金持有 约8%由标普版相关基金持有 据巴伦周刊报道 留给超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1月16日为避免退市的最后期限 寻找新的审计师可能很困难 很少会有会计事务所 拥有审计超微电脑这种规模公司的记录 而且考虑到安永离职的情况 所有会计事务所可能都不愿意签约 除非公司接受审计师的要求并做出改变 否则其他主要审计师不太可能接受这种合作 改变会很困难 超微的市值约为140亿美元 这个规模或以上的公司 几乎全部由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 这意味着只剩下两家会计事务所可以选择 其普华永道和并马威 但这两家均为置评是否与超微结洽 但如果纳斯达克批准超微的计划 该公司将获得最多180天的时间恢复合规 这将会有更多的升级 另一方面一家跌倒一家吃饱 超微的供应商下个季度的业绩可能会受到影响 为了避免业绩下滑 他们会把超微的业务订单转移给其他服务企公司 比如戴或者是其他的台湾企业 因此存在潜在的上市空间 上期视频我们说了特斯拉 刚刚看到马部长来了 马斯克的职位正是官宣了 川普表示 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将协助政府拆除官僚机构 削减过度规定 减少浪费性开支和重组联邦机构铺平道路 这可能成为这一时代的迈哈顿计划 将从政府外部提供建议和指导 并将与白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合作 推动大规模结构改革 打造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政府治理方式 川普表示 他们的工作将不迟于2026年7月4日 及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完成 当然 马斯克和川普的命运期能够持续多久 就需要边走边看了 在大选取得决定性胜密后 川普正在快速启动过度计划 川普宣布 他将提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皮特·海克塞斯为美国国防部长 此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CN给出的理由有三条 第一 皮特是铁杆麦杆 忠诚度高 他在电视上很好地为川普进行了辩护 第二 川普一直认为他很聪明 还喜欢他是一名退伍军人的身份 第三 川普也认为他长得很帅 CN爆料 与川普宣布的许多其他候选人不同 川普并没有面试此人 而是在远程线上决定的 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担任五角大楼负责人 这让华盛顿感到震惊 按照美国总统继任的顺序 国防部长排在第六位 在总统内阁中 国防部长与国务卿 司法部长 财政部长 并称为Big Four 其四个最重要的官员 若想成为国防部长 必须获得总统的提名 并且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投票确认 此人大概率会通过参议院听证 获得提名确认程序 这是大统领对付军工复合体的监兵 极有可能在未来执掌五角大楼 领导约130万现役美军 如果算上文职人员 在全球范围内将达到约330万人 川普的声明表示 由皮特掌舵 美国的敌人就会注意到 我们的军队将再次强大 美国永远不会退缩 当然靠不靠谱要上任了才知道 我们回到美股 明表示 在目前的情况下 不要与行情抗争 根据历史经验 在之前的选举周期中 当选举后首日上涨时 股市在接下来的两周内的回报率100%是真的 当然 目前投资者已经开始逐步获利了结 美国涨势或将停止 高盛交援预计 在美国大选带动的交易行情结束以后 预测轮动压力将继续成为市场的显著特征 因为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市值较小的公司 并寻找周期性和通胀主题的机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本周投资者还将高度关注 10月美国PPA生产者价格指数 以及美国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好了 那就祝大家交易顺利吧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的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